苦咒短 唐 李赫 飞光飞光 劝耳一杯酒 无不时 青天高 皇帝后 为见月寒日暖 来奸人寿 时雄则肥 时蛙则寿 神君何在 太医安有 天东有若木 夏至贤竹龙 无将斩龙足 嚼龙肉 使之朝不得回 夜不得福 自然老者不死 少者不哭 何谓浮黄金 吞白玉 谁似人公子 云中骑碧驴 刘彻茂林 多智谷 杨正子官 废暴雨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 飞尸的时光 请您喝下这杯酒 我不知道苍天有多高 大地有多厚 只看到寒暑更迭 日月运行 消磨着人的年寿 吃熊掌就胖 吃蛙腿就瘦 神君可在何处 太医哪里真有 天的东方生有神术 夏至神龙 贤主环游 我要斩断神龙的足 咀嚼神龙的肉 使他白天不能寻回 夜晚不能潜伏 自然使老者永不死 少年不再哀哭 何必吞黄金 使白玉 有谁见过任公子 生入云天骑碧驴 刘彻求长生 最后只能在茂陵中 慢慢腐烂成骨 嬴政求仙药 死后关车 白费了眼臭的烟鱼 再读一遍 苦咒短 唐礼贺 飞光飞光 劝耳一杯酒 无不时清天高 皇帝后 为见月寒日暖 来间人寿 时雄则肥 时蛙则寿 神君何在 太医安有 天东有若木 夏至贤竹龙 无将斩龙足 嚼龙肉 使之朝不得回 夜不得福 自然老者不死 少者不哭 何为浮黄金 吞白玉 谁似人公子 云中骑碧驴 刘彻茂陵 多智谷 杨正子官 废豹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